好 謝謝主席請花次長 花次長喔 各位很好 次長先請教你關於錢櫃這個事件喔 因為大家都疑問的地方在於說 錢櫃說他在過去的三年喔 二十四次的消防安檢都合格 甚至在三月底也才通過消防安檢也都合格的情況之下 還是發生了這樣的意外 那凸顯出的問題是什麼 當然原因很多啦 當然最後還是要靠我們的火災鑑定 來了解到底是 其實他可能他的設置設備都是正常的 只是說他沒有讓他正常的啟動 他把他關掉了 所以他當然就沒有辦法發揮那個設置設備 該發揮的效果 目前看到可能是這樣 所以代表說檢查是不是在形式上的檢查 只要我們請專業的技師通過檢查合格之後 就沒事了 可是實際上他平常 卻不是照檢查時候的作為 那大家質疑的 就是說警鈴灑水器等等 甚至這個引導系統等等完全都沒有 這在我們平常的消防演練或消防檢查裡面 都是檢查的一個項目裡面 可是卻完全沒有把這些東西真的能夠去執行 所以在未來我們要如何去因應跟檢討跟改進 是不是今天我只要這個 這個 營業場所他想要關閉這些設施 他就可以自行關閉 甚至他檢查時候是開啟正常運作 但平常他因為某些原因 他不想讓他開啟他就可以自行關閉 而會暴露出這樣子的問題跟危險性 那我們有沒有因應的做法 這個部分我們可能我回去也要再多了解 多掌握啦 本質上當然不可能他想關閉就關閉 因為我們隨時還是有保持抽查 甚至說這本來就是業者 對於自己營業場所的財產管理 或顧客的消費者權益保護 該盡的一些責任 所以這裡面好多面向 那我相信現在的制度都有 他該有的標準跟SOP 那只是說這個個案 或許他可能就是剛剛好在關閉了 又在施工又沒有申報 又有營業等等不利的因子 統統集合起來發生的狀態 當然這確實是我們要深刻檢討的 不管從中央的制度 就是說抽查到底有沒有確實 會不會消防安檢是一回事 但實際上的層面又是一回事 這可能是後續我們要必須去檢討 特別是這種大型的公共集合 大家在裡面消費 那個密度很高的地方 這個部分絕對是要更嚴格 其實這些消防安檢的人員 其實長期來的配合等等 我相信也都有一定的熟識程度 所以這個後續會導致的人為不張 或者是說後續的這些相關的檢討 我希望這個內政部也能夠就這個部分 這個我們也會好好的督導地方政府 把它落實到位 好那關於複聯會的問題 今天大家也很關心 因為複聯會從2017年到現在 我們已經給他兩年四個月 寬限了一次希望他能夠轉型 那他也堅持說他要轉型成這個公益團體 但是呢我們內政部到目前 是不是立場非常的強硬 要求要解散 我想報告委員 轉型為公益團體 他本來就可以主動去操作 這不需要內政部同意與否 所以說我們 因為他沒有去做 因為就政黨法的邏輯 他基本上只能轉型為政黨 OK不然他就要解散 現在就是路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依法在操作 並不是內政部 逼複聯會 你一定得轉型回政黨 並沒有這個動作 所以他現在除非轉型成政黨 否則他就必須要解散 對不對 他所謂的說他要做公益團體 還要成為這個公益組織 他現在就可以來做 他本來一直都可以 所以複聯會今天出來 有很多的委屈跟這個訴求 我希望內政部 就這個部分也能夠說明清楚 不要讓大家覺得好像是 這個有什麼政治力或是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事情 兩年四個月的時間 如果有心要做 其實早就可以來做了 那另外呢 大家很關心就是 這次紓困對於租金的部分 我們有沒有針對租金的部分 來做相關的補貼跟因應 報委員 其實租金的部分 當然我們今年度的租金補貼 相對於去年會從6萬戶增加為12萬戶 這本來就是政策預備要做的事情 所以說我們並沒有 所以沒有再擴大就對了 因為6萬到12萬 他其實已經是倍數的增加 他增加了6萬戶的補貼 那另外我們在社會住宅的這個部分 其實國家住宅中心在今年3月 就已經率先針對社會住宅裡面的店鋪 先打租金再打5折 然後如果說住戶有確診 我們會再打8折 我們本來今天早上住宅中心的董 也要在開會是要針對 可能因為疫情而受害的住戶 我們也要擴大他的租金補貼的內容 但因為我來這邊就沒有開 我們這兩天會再往下討論 好 就這個部分 我覺得內政部也要趕快 有一些因應的方案出來 那但是長期我們在討論租金補貼的可負擔計算基準 因為這個住宅法11條是2019年1月11號前 就已經有建立這樣子的一個依據 但到現在好像都還沒有一個實際的這個 騎乘出來 到底我們的可負擔計算基準 什麼時候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方向 其實我們去年初就已經做出來了 也開始跟地方政府在討論 那現階段是地方政府擔心 因為我們依照這個標準 重新來界定每一戶的租金補貼的時候 會有人會多拿 會比現在拿得多 也會有少數會比現在拿得少 那其實我們有評估一個方案是 大概有7%的家庭會少拿 其他的93% 不是沒有減少或者是會多拿 但是連這樣子的方案 地方政府都擔憂 會有民眾的反彈和衝擊 所以其實93%多數的人 他在可負擔基準出來之後 他其實是會增加甚至不受影響的 所以其實對多數人是有幫助的 因為以現行的制度來講 是不需要的人給補助 但是需要的人卻補助不夠多 我們當時的版本 當然現在還要再重新再來檢視一遍 那當然在這個情況下 地方政府基本上是幾乎全面的 我覺得會有一個落日的期限 就是說在我們可負擔基準出來之後 地方政府也可以視情況 如果那7%的影響 是少數能夠給予一定期間的一個彈性 那等到這個期間之後呢 其實就應該要恢復 我們依照可負擔基準 來做一些補貼 因為現在的狀況是越窮的人 反而看得到吃不到 當然他的結構問題 包括租屋的黑市問題 還有缺乏可負擔基準 很多沒有自用住宅的低收入戶呢 只有不到兩成的人來申請 而在申請相關的補貼 其實他就是面臨了這些市場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內政部能夠趕快協調地方政府 盡速的建立這個可負擔計算基準 讓有需要的人真的拿得到補貼 而不是現行這種均等 然後不公不義的一律補貼的方式 這個是不符合公平正義 也沒有辦法讓真的有需要的人得到幫助 補貼絕對沒有不公不義 補貼就是要追求公益 他的基準的依據沒有公平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第一個 我們至少我們從擴大的面向 我們從6萬到12萬 其實就是我們要來 我們知道有些人沒申請到 所以我們要擴大 我覺得這是政府最大的承擔 其實這只是可負擔或者是這個差別 他是在受補貼者之間 內部的垂直性的去公平再加強的部分 那實質上 有些時候地方政府如果認為 這裡面有不公平 他自己可以加碼 所以說未必一切責任都得丟給中央政府 好我們也希望中央能夠盡速的 跟地方協調 讓這93%的人 能夠趕快享受到他們應有的權益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高委員